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趕快進行到我們第三組 第三組我們先歡迎第五對同學 有機染料銘化太陽能電池跨學門科技人才培育計畫的同學 先上台準備 然後我們請評審先評分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有機染料銘化太陽能電池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是化學系的 然後我是我是李銀琦 然後我是王嘉然跟胡言正 然後關於有機燃料銘化太陽能電池 我們主要的問題是 因為在未來的一個世紀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跨進21世紀 但是未來很嚴重的問題 除了糧食還有環境軟化 再來就是能源的問題 那過去也已經想要開發很多能源 那在許多的可再生能源裡面 就是其實有很多都是間接從太陽能過來 所以直接擷取太陽能才是解決能源問題 目前最有希望的一個方法 但是從以前到現在也不是沒有人試著擷取太陽能 但傳統的太陽能電池主要都是以矽晶圓為基底 那它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它的成本太高 它消耗的能量太多 它在製作的過程之中會釋放出很多對環境不友善的堵塑 那相較於傳統太陽能電池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我們要開發一個就是能源消耗較少 而且毒物產生的廢棄物也較少 而且在轉換效率方面又不輸傳統太陽能電池的方法 那於是於是乎就是染料 染料銘化的太陽能電池就提供了這麼一個解決能源問題可能的辦法 那我們先講解一下就是有關於有機染料銘化太陽能電池的結構 那它主要取代矽晶圓的部分就是這一層 就是二氧化碳的奈米結構 那它之所以可以取代用來取代是因為它本身雖然吸光是吸收在紫外光 因為我們知道太陽光射下來都是可見光的範圍 那它單獨作用是不能夠有效的轉換太陽能 所以我們必須吸附上我們製作有機染料 那我們有機染料它吸光的範圍就是在可見光 它可以幫助那個TIO2就是二氧化碳能夠有效的轉換太陽能 那在整個結構裡面我們會先做一個就是玻璃的電極 然後我們將我們的二氧化碳塗附上去之後 然後將它浸泡在我們合成的有機染料裡面 那有機染料它就會幫助吸光 而且這裡是利用就是化學鍵的鍵解 所以電子可以從這個染料的分子上面 然後透過化學鍵解然後將電子傳遞到我們的二氧化碳上面 這樣就可以很有效的把太陽能轉換成電能 然後還有另外一邊就是利用白金電極 那白金電極它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太陽光照進來 就是如果直接穿透的話我們就會浪費掉很多 所以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反射的動作 讓我們的轉換效率更好 那中間的電解值就是 因為電子從這裡跳到這裡 然後經過外電路之後 然後會再就是利用電解值 將電子再重新的注入到就是染料分子上面 完成一個循環 那接下來我們就詳細的介紹 就是電子在整個電池裡面的流動 那我們先把這張圖放到右上角 那其實發電的發電原理都跟 所有一般的發電原理都一樣 就是先將一個在能量比較低的電子 那經過太陽光的激發 將染料激發之後 電子就會到就越牽到就是激發鈣 就有點像我們就是海平面的水啊 接受太陽光的照射 然後就會蒸發到雲層 那接下來它就降下來 然後降到我們的水庫裡面 就是降到我們TIO2的傳導帶 那接下來它就會流過馬達 就從水庫的高水位 然後流到低水位 就是這樣就可以完成 就是在這個外電路的部分 就是我們電工就可以從這邊傳出來 那接下來到了低水位蓄水池的電子 就是最後就會流入入海口 就補充原本的水分 這樣就完成一個循環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染料合成方法 那就是我們拿這個1號分子跟這個2號分子 然後進行反應 然後我們就得到這個 就是我們起初的3號分子 那3號分子再跟4號分子進行一個 就是碳氮件的藕合反應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就是3號分子跟4號分子混合之後 就是在反應爐裡面 反應正在下反應 那接下來這個經過管住塵溪存化 我們要得到5號分子 那5號分子就是金黃色的液體 那因為我們這裡有帶一個保護 保護我們分子的機團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水解 把這個機團拿掉 那你看水解前跟水解後 就水解後就會呈現顏色比較透明的黃色 那最後再進行一個縮合反應 把我們這個機團帶上去 而這個部分我們做上去的目的就是 它是要用來接在TIO2上面 就是我剛剛所解釋的那個化學見解的部分 這個就有點類似船的毛 我們就要把這個染料拋錨拋在那個TIO2上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它的光物理及電化學的性質的測量 那首先是可見光光譜跟紫外光光譜 那我們一開始先用一個 先用一個先掃一個光譜 我們知道它吸收光譜 那我們知道它最大的吸收風是在452 就代表我們這個分子 它對於452奈米的光吸收最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它的放光光譜 我們就利用452奈米的光去進行激發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就測的就是它的 它的放光的風 那最後在這兩個光譜我們這樣疊在一起 我們得到一個焦點 那548 那這就是 這就是它的能接差 也就是剛剛那個海平面跟那個大氣層之間的能接差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的能接差 那我們就要知道就是海平面的位置是在哪裡 那我們就是利用 就循環浮環電位法 那我們去進行一個測量 那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直接測量它的 直接測量它的就是低電位跟高電位 是因為它在這裡還原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不可逆的 而且甚至它在氧化的部分 就是也沒有辦法呈現一個完全可逆的狀態 那我們就取它氧化風的0.46跟0.66來做一個平均 然後就去測得它的那個 就是海平面的那個低位的高度 沒有啊 然後最後 最後我們就把我們的表格整理在這裡 就是這個548奈米的光 我們可以換算 經由1的hμ把它換算成能量 然後最後我們把我們的整個 就是氧化的電位跟還原的電位就是 算出來在這裡 那換算這個電位的目的 是為了要求得 你有放在這裡 對 就是為了要求得我們的 知道我們的高 我們的電位 還原電位有高於我們的傳導帶 這樣電子才能夠順利的從這個 最低 最低位被佔領的軌域從這邊傳導下來 那這邊是剛剛電解液的電位 那我們的最低電位也比他們的 最高被佔領電位也比他們的還要掉 所以電子就可以順利的從這邊注入下來 就整個把數值填上去之後 就可以知道我們這個做出來的染料 是可以利用在TIO2上面的 那在做完染料之後呢 我們就去光電鎖 因為我們是跟電機器合作嘛 所以我們就到光電鎖去做了原件的測試 那就是把我們的染料 就做剛剛原理那個成狀結構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得到了這樣的數據 那我們整體效率大概是4.04%這樣 好 那我們看完之後 就是以上大概是我們所做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就是要提出我們延伸議題 我們延伸議題是說 太陽能是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之道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能源問題 在有機與塑膠太陽能電池這本書裡面呢 他說根據2012年的統計資料 石化燃料大概是我們 在所有能源使用的76% 那以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而且他提到說 能源的消耗量每年會以3%成長 然後石化燃料大概只能夠提供 50到100年的使用額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出這個問號 怎麼把這個76%給吃掉 所以我們就上了Wikipedia看 那下面那邊有一些不可待生能源 跟可待生能源嘛 那我們只要看可待生能源那邊就好了 除了地熱還有潮汐以外 幾乎其他的可待生能源 都是由太陽能間接得到的 那有人可能會argue說核能 但是核能跟太陽能比較起來還是有它的危險性在 而且你核能用完之後有核廢料處理疾走問題 那這真的是 所以我們認為在幾方比較之下 太陽能的確是根本知道 那傳統太陽能電池 研發了好幾年之後呢 還是有一些跟我們所謂DSSC 就是我們現在所使用 我們計畫所所用的太陽電池比較 還是有一些優利的支出 我們看 首先在環境危害度程度的比較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DSSC 它對環境的危害程度是低的 那它可耗損的 可承擔的磨損度也比較高 因為傳統太陽能電池 它可能比較就是它不可饒區 那它還有一些結晶性的話 你必須考慮那些東西 然後原料成本跟製程難度 還有製作的成本都是以DSSC 來的有可能比較低 那而且傳統太陽 雖然我們這個新的技術 研發才 就是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所以我們研究潛力也比較高 是 好那我們在最後一張投影片 讓我們看完它的應用就好了 沒有辦法了不好意思 謝謝我們先謝謝第五對同學的報告 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謝謝 那我們先請第六對同學 脆弱國土與永續治理 地質災害的探討計畫 請同學先上台準備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大地質系三年級的胡婉玲 我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 小林村山崩災難的再檢視 我要從小林村山崩災難的案例 去探討台灣地質災害的問題 台灣的山崩事件非常多 從新聞畫面大家也都看了 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為什麼台灣的山崩這麼多呢 其實山崩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但是因為台灣地震多 連降雨量高 颱風多又強 所以促使了許多的山崩事件 那這麼多山崩我們要如何去評估一個山崩與地滑的災害呢 第一個我們用運動的能量 運動能量我們可以用速度和體積去得到 第二個我們去考量它的衝擊的區域 那我們就以去前年莫拉克颱風小林村滅村 造成400多人上升這個案例 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案例作為探討 那小林村的位置啊位在這個 位在這個玉山山脈與阿里山山脈之間 它在齊山溪與南紫仙溪的左岸 是有一個過去河流衝擊出來的一個高灘地 它離的河流大概只有5公尺高的距離 然後水保局啊就是水土保持局 在土石流防災資訊網上面有公布了兩條潛式溪流 編號分別是DF006與DF007的潛式溪流 意思是說它有相當大的危險會造成土石流 另外一個藍色這個點的位置啊是小林國小 小林國小啊就是過是水保局公布的土石流避難所 而這次土石流避難所啊也是難免難性免這個災害 這也是等一下我們要探討 這個小林國小到底適不適合作為一個土石流避難所呢 然後這次崩山的主角的限度山 它有許多地質條件啊造成使得這個崩塌事件 非常非常順利的進行 那我們關注的議題呢是山崩的可能因素 山崩的過程速度與崩塌體積 還有山崩影響的範圍 那山崩可這些議題我們等一下會透過野外地質調查 與那個數值的模擬方式可以帶大家去了解 那第一個山崩的過程呢我們沒有看沒有辦法看得見 那我們如何去評估它呢 我們所使用的方法是離散元素法 離散元素法是指的這個物質的性質是不連續的 然後我們使用的軟體呢它是使用PFC3D 它是指顆粒流三維素質模擬 它是建立在離散元素法之上的一種模擬 素質模擬技術 然後我們假設這顆粒是這樣子球狀球狀的接觸 然後它之間還可以模擬這個顆粒與顆粒之間有交結的這個狀況 然後它有一些微觀的參數啊 比如說延時的這個強度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採樣拿到實驗室去做延時力學的分析得到這個數據 那我們如何預估它的崩塌體積呢 就是使用這個DTM就是數值高層模型 去災前與災後的這個模型去相減得到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elevation change就是負值崩塌區正值堆積區 然後我們可以估到這個崩塌量體 約2300萬到2500萬立方公尺 然後我們滑動的模型這個面啊 就是透過災前的DTM配合災後的航照圖 還有現場的調查略做修正 然後在上面放上了3萬顆半徑2到4公尺左右的球 在滑動面上 那開始帶大家出野外的調查 在出野外有三個主要的調查的重點 第一個是崩塌區我們看到它層面結理的位態 也許可以了解它是崩塌的理由 那第二個部分傳送區 和第三個部分堆積區了解它的特性啊 我們可以去與自己的這個模型做出來的模型 模擬去做比較看是否接近真實 那野外調查我們看到許多這樣 看到這樣子的不立岩器 什麼叫不立岩器呢 就是在岩層 岩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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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的層面 還有結理 就是這兩個就是岩層的結合的弱面 相交形成一個蟹形的流露 那這個蟹形流露啊 剛好與這個山坡的走向又剛好相同 所以就造成一個土石流的滑道 所以就這個引發山崩的重要機制 那另外我們在傳送區可以看到這個岩層的擦痕 這個岩層的擦痕就可以指示這個土石流流動的方向 那還看到了這個人啊 以人就可以作為這個比例尺 我們可以看到這崩塌物的大小 那所以我剛剛說我們設2到4公尺左右的這個球粒 就是這樣子來的 因為配合野外的觀察 那另外我們在野外調查的時候 發現這個災前的地圖 和災後的地形不太相符 災前地圖我們站在黃色這一點的時候 會發現往東望去要看到一個高地 大概標高是590 我們稱它590高地 但是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是一個被削平的一個平坦的廣場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土石油從這裡分流而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多一個問題 就是地形的改變對這個崩塌的流路 到底有沒有影響性 剛才解決了一些問題之後 海流有一些 還有多了一個問題 我們透過 接下來我們透過樹脂模擬去解決剩下的這些問題 要了解這地形改變對崩塌物質有沒有影響 我們就設了兩個模型 一個是在按照災前的地形圖 另外一個是按照災後我們調查又修正後的地形 那模擬出來呢我們發現在590高地未被修正前 就是未被修正 未被修正的時候大部分的要 大部分的土石會往北 北方流那少部分 少部分的才進入小林村 可是遭到沖毀的590高地呢 蠻大一部分會流入小林村 可能這樣的地形的差異就造成了400條人命的傷亡 那就這個地形的影響呢 我們就發現其實這關鍵的地形 其實對這個土石流流入是有相當巨大的影響 那以後再做這數值模擬的時候 可能要配合相當好的野外的觀察 野外的調查才能 才能將我們的模擬做更真實 那小林國小是否適合作為土石流避難所呢 在這個狀況下看起來是沒被土石壓到 不過這次小林國小會被掩埋 是因為這些土石流沖下來 所造成的後面的驗色湖潰堤之後 才把小林國小一起沖走的 所以在一般的狀況下也許是適合作為避難所的 不過在這種極端大的事件下 躲哪裡大概都是一樣的 那山崩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30秒的時候 大概就到了590高地 崩塌50秒的時候就衝到了南紫仙溪 意思就是說掩蓋了這個小林村 那這個時間是非常的短 要做預警和要做逃命 其實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我們再回到小林村的地址 Google Earth地圖上面看一看 這是災前 這是災後 災後看到它的地形 與這次未受災的無離譜 這看起來這個地形要是再接受到 這個南紫仙溪的修飾過後 就會與這個無離譜 非常的相像 所以我們懷疑這無離譜過去 也是由DF007這條潛式溪流 像小林村這樣大規模崩塌事件 所造成的這個無離譜的這個接地 其實這樣的接地在台灣非常的多 隨處都是 而且從萬年尺度千年尺度到百年尺度都有 這樣的洩行崩塌就是剛才引發小林村崩塌這個機制 洩行崩塌在台灣各處的原始林也都非常的多 過去沒有被人注視是因為它崩塌在原始林 並沒有壓死人 但是我們要了解這是台灣環境的本質 那要怎麼面對這樣的環境的本質呢 我們第一個我們可以先做詳細的地質調查 因為做地質調查我們可以認識這個 這塊土地的歷史和這塊土地的特性 然後透過數值模擬呢 我們可以看到山崩看不見的過程 還有它可能的影響 然後利用數值模擬和地質調查 我們可以在事前做好比較好的災害管理 那要從哪些地方做起呢 可以從第一個可以從重複發生災害的地方 第二個可以從重大工程與公共工程的地方 舉個例子來說 右邊這個老農系越獄水工程 它是一個200億的水利工程的工程 但是它卻蓋在一個 大家注意看這裡是一個土石流的沖積傘 這代表它是蓋在一個過去曾經發生這麼大的一個土石流的事件的下面 所以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是可以預料到有下面這張照片 所以才拍了這張照片 這是風災過後 堆了30公尺的土石把它掩埋了 那左邊這個是榮花國校 新義鄉榮花國校 這個學校的校舍一直都非常的新穎 因為它不斷的在重建 它已經在這個地方重建了三次了 被摧毀了三次了 這是它最後一次摧毀之前 莫拉克颱風之前 莫拉克颱風之後 它在河床上 可是他們家長會想說 我們沒有蓋在河床上啊 這是一個河道改道的現象 可是到底是誰來決定河道可以往哪一走呢 另外我們可以透過數值模擬 在這種沿體有相當多滑動紀錄的地方 例如以如山為例 下面也非常多的住戶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從它的航照圖看到 有許多崩來還延續崩滑的現象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數值模擬去影響它可能影響的範圍 這絕對不是一個烏鴉嘴 這是我們要做最後的打算 但是要做最好的準備 在莫拉克之前好查存在這裡 附近已經崩塌亂七八糟了 莫拉克之後好查存在哪裡 在這裡 他還是 這邊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 不好意思時間已經到了 下次請掌握喔 掌握時間 是 那我們現在先請汪中和老師先進行提問 好 胡同學你做的這個題目也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切實 同時對於整個國土規劃也非常的重要 在你做的這個題目裡面 你涵蓋的面其實非常的多 你有野外的調查 你有室內的模式分析 那你自己參與的部分是從頭到尾 完全的部分嗎 還是你只是參與其中的一部分 我有出野外 然後那個數值模擬的部分 主要由實驗室學長協助 然後這資料整理 是我部分 OK 好 那你剛剛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台灣在是一個地質非常活躍的一個地方 所以類似像這種山崩土石流 其實在台灣會不斷的發生 如果說再碰到這個超大的豪雨 那這種情況會不斷的反覆出現 所以你建議說有幾個地方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你可不可以再重複一下 有幾個地方 例如說重複發生災害的地方 和重大工程與公共工程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太多 那我們要先選的話 是先選這個可能損失會最大 或者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 例如我剛剛我沒有講完 這個地方 他災前已經崩塌成這樣 災後也是崩塌成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避免他的自然事件發生 可是我們可以避免人滅傷亡 他在這次好茶村雖然滅村了 可是他在這次沒有人滅傷亡 因為他們提早到了旁邊的馬家去避難 所以從這個理由 OK 非常好 你其實非常正確 但是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如果不是地球科學的專業 他怎麼知道這個地方是 重複發生災害過的地方 像我們可以 可是這是 我們可以從航照圖看到出來 說這有些地方是不斷的在發生 因為有一些崩塌的痕跡 但是如果他不是地球科學的專業 我覺得就要透過我們的推廣語言 教育的方式 讓大家瞭解這塊土地的歷史 OK 因為 非常好 我講別的老師已經有問題了 好 我剛才沒有聽到就是關於數值分析 你的這個量化的結論是什麼 他的impact是什麼 數值分析 量化的結論 是的 如果我給你一個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山區 或者某一個小溪 某一個溪 那 我給你一個 data 你分析出來 是可以告訴 你告訴我一個機率嗎 還是怎麼樣 會發生 會發生這個 這個 它的機率是多少嗎 是不是有這個能力還是沒有 機率 百分之百 因為它會發生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像我的結語最後最後一句話 說它是一個會發生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問題 因為我們用更長的程度來看 這就是一個地形演化的一個過程啊 只是不是在我們人 也許不是在我們人能感受到的時間內 去發生 可是一個沒有辦法說 是在某一個time frame裡面 會發生的一種預測 就是無效的預測 那所以這樣子就算你說 它會是百分之百會發生 但你不知道是一百年以後才會發生 還是一年之內 這樣子的預測就不是一個預測 那我們可以透過 像剛剛第一組那個就講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那個 可能有一些裂隙啊 裂隙的時候像這個 像這個爐山這個地方 它已經出現許多裂隙 和有些滑爺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有較高的機率 我們可能講有較高的機率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 這個數值模擬 數值分析就是simulations 是可以做一個相對的討論 是吧 好的 那像譬如說 爐山的話 它的相對機率是多少呢 還是怎麼樣 相對其他地區 沒有裂隙 沒有共發過的地方 不相對別人 我不是拿來做相互比較 而是說 譬如說十年之內 會發生的機率多大 一百年之內 會發生的機率有多大 一年之內 發生的機率有多大 其實我覺得這問題很難 很難去答 因為所有學地球科學人都知道 這個是 學地球科地球 不是放在一個實驗室裡面去操控的 這是 自然就是很多無法確定的 但是不然 像譬如說 研究地震學的 Seismology 它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斷層 一百年之內 或者十年之內 或者一年之內 發生的機率 各為若干 這是可以靠 simulation得到的 因為你對那個地層有了解 那 所以我就問你的相同的問題 其實我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你不可能告訴別人說 明年3月20號會不會發生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可以給一個time frame的機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研究 好 謝謝 是 好 那我們就是已經到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我們謝謝胡同學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五組的同學上台 第五組同學我們的提問評審是廖俊成教授 麻煩廖教授 我先從專業的觀點先問好了 你的題目是有機燃料 敏發太陽能電子 那第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燃料 因為它 我講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那它的右邊有氮的那個部分 它是一個推電子機的部分 那 靠近左邊那個TIO2的部分 它是一個拉電子機的部分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 就是當我們在 推電子機的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當我們的 染料分子在於它的機態的時候 它的電子大部分會集中在推電子機 那如果經過這個過程之後 它會跳到 拉電子機的部分 那拉電子機的部分 是離TIO2比較近的 它就自然有可能 比較 跳 比較有可能跳到TIO2去 而且它的能量也比較匹配嘛 所以它就會跳過去 那就會經過外電路做電工回來 電子從 某一部分跳到那個 專業術語叫什麼 電子月簽 蛤 就是一種 是從 是從 是從一個 initial state 跳到final state的一種 好 第二個問題 你剛才有一個數字 548 nanometer 是 那你說這個就是 Band Gap 對 為什麼 就是 一般來講的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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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呢 在吸收的話 它是從一個 機態跳到一個 激發態的過程 那這個能量符合的時候 吸收機率最大 所以吸收光譜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黑色的那個地方 就是剛剛原本的那個 UV visible那個 那個圖的黑色的部分 那但是它放射的時候呢 它會從 那個 最高的能態 掉下來的時候 它會 因為有一些震動能階 因為 化學上面有一個叫 Casha Rule的東西 那它會 它會 它會從最高 就是從比較高的震動能階 掉下來 所以它放出的光 不會是 450的那麼 那麼高頻的光 它會 它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那 所以在 在我們要知道說 它是從 第0的 第0的震動能階 跳到第0的震動能階 的時候 它的那個能階 band gap 是多少 所以我們不能單看一個 接著 你剛才提到 要 解決太陽 電子 很可能是 太陽能電子的未來 是嗎 應該這麼說 太陽能電子是 解決能源問題的基本之道 那 敏化太陽能電子 是一個可能的 可能的 方法 那就如同我們 傳統的太陽電子 發展到現在 我們也遇到一些瓶頸 或許 DSSC 它未來也有可能 會遇到一些瓶頸 那我們可能就會 我們 目前 DSSC發展到現在 最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換染料 一直在換染料 然後一直在 對結構做一些細微的改變 那看能不能把 效率聽不高 那如果我們 如果會遇到將來那個 跟傳統太陽能電子一樣的結果 就是可能 效率聽不高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更新的結構出來 更新的想法出來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電子可能應用在哪裡 喔 好 這是我剛剛最後沒有講到的部分 那我們看它是一個可搖區的東西 所以 在 英國的G24 有一間公司呢 它 就提出了這樣的 因為它的 入射角 它的效率 除了它的入射角 改變不會很大 就 如果是傳統的太陽能電池的話 你如果入射角 一差很多的話 它的效率整個就會 Drop很多 那但是 這種的太陽能電池 它不會因為你的 陽光 光線的入射角 改變效率很多 所以 它可以做成這樣 鋪附在這個上面 那這個 這個鍵盤 它以後就不用充電 或者是呢 下一張 你看這位騎士 它 它的 包包上面都有貼這種 這種太陽能電池 那或許它這個包包裡面 就有放一支手機啊 或者是水存亭之類的 那 是不是它的 手機跟水存亭就不需要再充電 好 我有三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是 我們知道 如果要提高它這個 太陽能電池的功率的話 那 最好是 我們 吸取最多的太陽能 沒錯 對 那我請問各位 太陽的這個光譜啊 它的這個 flux 就是說它的光譜最強的是 波長是多少 500奈米左右 500奈米左右 而 你們的這個 有機材料是450左右 所以我們那個 有機材料其實並沒有 我們所做的那個燃料 並沒有非常地 適合到那個 是的 OK好 那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 做了你們的這個 太陽能電池的實驗 你們 有沒有 測試它 持續的 這個 operate 多久 我們 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原件是沒有測試 但是我在 G24這間公司上面 它claim說 它的產品 可以用 十年左右 你們為什麼沒有呢 明明有這麼多時間 給你們 你們會不會把它放在外 你們持續看它能夠 跑多久 因為我們做出來了 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原件 可能還是有一些明明 好 那其實我要問你的問題 真正的不是在這裡 而是說 任何一個理想狀態的話 東西都可以無窮使用 它可以無窮地反覆 但我們知道沒有這種事情 對 你的那個玻璃 你們使用的那個玻璃 透明玻璃 它會不會漸漸地就霧掉了 是不是有你們使用的化學 像這個 這個Titanium Dioxide 是不是會開始漸漸地 吸附在它表面 把它變霧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去看到 去關切 你如果跑它100個鐘頭 說不定漸漸會有這個現象 是不是 是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好 那我現在因為時間 我問你第三個問題 你們在結論的時候 說到說太陽能電池沒有污染 那我想請教各位 如果需要用太陽能電池 來取代目前四分之三的 這個能源使用量 是用Fossil Energy 對吧 是用這個石化 如果要能夠完全取代石化 這個材料 以這個太陽能來取代的話 請教各位 需要有多大的覆蓋面積 在地球上面 需要有多大的覆蓋面積 它對環境的衝擊是什麼 它會需要很大的覆蓋面積 不是很大 各位 我們是科學 我們做科學 一個Percent 大概一個Percent的地球面積左右吧 我記得沒錯 就可以取代 百分之七十五的 目前使用的能源嗎 其實 如果對環境的衝擊來說的話 因為太陽能 就因為我們的DSAC 它是可饒區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附著在一些 我們平常不需要 長時間有光可以照 例如像大樓的表面 或者是屋頂這些地方 它都可以隨意的去饒區在上面 所以我們不需要 特別去找一塊空地 去把我們電池安裝在那裡 沒有 我問你的是一個數字問題 如果是以太陽光能的入射 大概一平方公尺 大概有一千瓦左右的光能來算的話 是的確需要地球上 我記得沒錯是一排 快快算一下看看 我需要全世界的那個 能源消耗量 是 那你們研究了半天不是嗎 應該早就曉得 忘記它的數字 可是我記得 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 我想就是 有一件事情也是要注意 就是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的替代 但是我們至少要可以換掉一些 就是要減少那個使用量 要減少 發送費用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剛剛問你的是一個 另外的問題 你應該要回答 要不然你就說不知道 沒有關係 好 沒關係 謝謝 那我們就是 回去再找資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第五 第五隊的同學 那麻煩第五隊同學 請回座